打架甩摩木山山 木山山 木山山 打配吴克利利 孩童们纯粹的赏音 唱起客家歌 要别有一番风味 连县长邱静淳也忍不住 跟着打起牌子唱起歌来 至此时 他回忆起学生时代 萧如松老师来上课的时候 专业又有威严的样子 让还是学生时代的他 敬畏三分 萧如松老师过去 我是高二高三的时候老师 可以说是我上他的课 不单单是我 连我的秘书长 蔡隆光秘书长都很紧张 表示老师的威严有在 表示老师上课的时候 我们都战战兢兢 当然学起萧如松老师的 精神之所在的画图 不管是一笔一画 还有道具的整理等等 可以说生活的教化作用 都非常好 过去我们当学生不感觉 现在可以说是 长大成人了 知识了以后 懂事以后知道 萧如松老师的教诲 这精神是 可以说一个动作 一个教化精神 样样都带给我们 怎么样去为人处事 适逢萧如松 逝世25周年 今年的萧如松艺术节 也特别盛大 六大主题各自精彩 不管是课语唱读节 行动艺术馆 还是萧如松特展等等 都有浓厚的客家元素 以及缅怀萧如松的 敬意存在 那萧如松艺术节 我们特别规划了 六大的活动 那么首先呢 就是六八项的唱读节 这主要的就是用 客与客家朗诵的方式 朗诗的方式 那么主要让大小朋友 都能够更加的认识 客家文化 客家的教育 那么可以说是 客家文化向下的扎根 那么第二项就是 行动艺术馆 我们这次也非常特殊的是 结合了在地的社区 还有前进校园 那么把这个美学教育 跟艺文教育的行动列车 也开进了校园 那么希望呢 透过萧如松艺术节 那萌画局特别规划了 六大的活动 希望全国乡亲 都能够一起来参与 共襄盛举 系列活动 从即日起登场 会一直持续到 11月17日 长达三个半月的活动 邀请大家进一步 来认识一代大师 萧如松 凯破新竹 陈若一红蔡文琪采访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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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